OK 在我心中不只二分之強 可以說是最強的 Sandy寶貝 生日快樂 我覺得除了看到你有很好的發展 然後身體健康平安替你開心之外 今年是你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你出了你最重要的一個想要重做的新書 所以真的很替你開心 相信今年是非常有紀念性的一年 生日快樂 愛你 十字一牆有大來賓 兩位今天來這邊幹嘛 我來到了十字一牆嗎 每天都來看 有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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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今天兩位來到現場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Sandy要生日 那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身為閨蜜的兩位 你們這是第幾次幫Sandy活生 今天就第幾次幫Sandy活生 今天就第幾次幫Sandy活生 天使 八千 零食 那平常的Sandy 在你們的生活中裡面 她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主管 主持人 主管主持人 她是一個主持人 是一個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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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主持人 應該是我們兩個人的個性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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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我已經在幫你照顧一下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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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算是坐二望山 最後一年直接進入到山的數字 對他有沒有特別的一些祝福 就是期待三十歲的到來 那我覺得他自己就會把他剩 我覺得他就像一朵花 每個地方都是一朵花 那我覺得他會 知道他會不同的姿態 然後更盛開 然後我自己都覺得他可能 就是那個最不怕被說 欸你三十歲公斤 那我真心要祝福他 就是我會變老 我覺得祝福要留應該是不要怕老 真的 我們祝Sandy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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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好想哭 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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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是不是要先許願 認真許個願 好 那個謝謝大家 就是還特別請我的朋友來 很明顯就是歌手比較不會主持 所以我還是得自己主持 好意思 謝謝二分之一強 然後我的願望就是希望大家的身體健康 一定要健康 然後祝福所有的人都能夠 在一起工作都很快樂 我們大家一起賺錢賺得很開心 然後有很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那兩位呢 兩位有沒有給Sandy的祝福 來 聽說你今年是邁入 那個嘛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製作單位叫我一定要提這件事 我開玩笑 然後真的要祝你就是 我知道你其實完全不害怕這個歲數 然後我真心的要祝福你 我們一起當不老妖精 不是 不老仙女 對 好 然後 愛你喔 對 我覺得你就是一個不怕進入任何歲數的一個女人 因為我相信你可以在每一個階段都活得那個階段最漂亮的樣子 所以祝福你就是進入了這個新的歲數啊 就是越來越漂亮 新的漂亮 新的智慧 然後對你的生命都更多細膩的感情 切蛋糕啊 對 吹吹吹 吹蠟燭 吹蠟燭 有有 許過了 反正先再次祝福現場所有的人都幸福快樂 然後今年雖然很辛苦 但是2020大家還是持續努力 我們讓它能夠幸福快樂到爆炸好不好 好 謝謝 一個就是我覺得就是會讓大家應該會覺得很動容的事情 不一定 不一定 有點就是有趣 有一次我們大家一起在下午茶 然後可能就會彼此分享近況 然後他就提到我們當中其中一個朋友 然後其實他講到他故事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人家也沒有怎麼樣 只是就是開始可能好類似 其實女生通常談戀愛久了之後就開始 好像比較不打扮自己 可是其實他就是很喜歡 看著朋友都過得很好 於是他其實也只是在講說 他覺得那個 他覺得就是很想要看到 我們的那個好朋友變回以前那種很美麗的樣子 然後下一秒他就哭了 然後那個哭點怪到我想說 就是你怎麼哭了 可是就覺得他真的好可愛 然後看到他這一面的時候其實 就是大家不要被他平常就是比較俐落的樣子 嚇到 他是一下其實哭點很怪 我跟你講他還有一個更怪的哭點 等一下請問這段是要八個小時這麼長嗎 沒有 我們可以自己現在聊 因為他們還有大家自己還有自己的事情 不行不行這個一定要講 沒有沒有我們都沒有事情 你們沒事嗎 誰要生小孩 不行這個哭點我一定要分享 既然這face已經提出來了 好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們就去吃飯 然後吃飯的時候就點完餐之後 然後講完講完 然後那個人就拿菜單就走了 然後他就哭了 為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 沒點夠是不是 你哭了 然後他就說 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很努力在生活 很認真工作 他就哭了 你看他哭點很瘋癲 我真的 那你每天看到這些人 你才應該哭吧 我就是 可是現在應該有匯款給他們 沒有 因為他們都不認真工作 對 沒有啦 就是看到人家很努力的生活 很認真的工作 我就會覺得很感動 是 所以在這邊比較少有這種感覺 對 沒有啦 畢竟你朋友要爆料 我也要來爆料好了 我要爆料 杜莉 我已經這麼小心了 你怎麼會有話要講 開玩笑 我就是要祝你生日快樂 希望你可以趕快 找你有你一輩子的愛情 好不好 謝謝 那一輩子祝福 然後歡迎你回來到 我們的二分之一場的家庭 好不好 希望可以一起當好朋友 好 找個時間去你餐廳 吃你難吃的料理 OK 沒有 因為我們這邊 是不歡迎超過 80公斤以上的人 沒關係 我再過兩個月 兩個月我就收下來 真的嗎 我們最近也是要調再低一點 大概要到60 喂 謝謝杜莉 他們是照年紀來祝福 再來是夢多 來 夢多さん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你是一個 真的很好的小孩 因為就是有一次 對 他跟你聚穿完 一直怪怪的 我想到Sandy 怎麼會是這麼乖的一個小孩 真的嗎 真的很乖 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不是 把東西都吃光光 沒有 就很努力的跟大家聊天 那就是我 杜莉 都很好聊 但是他果然跟Pedro 聊了兩個小時 而且Pedro講的東西 完全沒有內容 而且一直講政治 我在旁邊 哇塞 但是Sandy很乖 是啊 很棒啊 雖然很敷衍 敷衍到底 但是你可以聊到兩個小時 我真的佩服你 成都快樂 謝謝 謝謝 馬市長 馬市長 那當然也是就是說 很開心你來到我們這邊 謝謝 加入我們FGTA的家庭 也是希望就是以後 有更多的好事情 跟序曲就是發生在節目上 然後私底下 就像我們之前也是就是 越去外面 私底下這樣子聊 也是就是很開心的 所以對啊 雖然這麼冷漠的這個瑞典人 你別能接受 對 好開心 謝謝你跟我保持一個 很不錯的距離 社交距離 對 這就是瑞典人的社交距離 1.6公里了 對 你看這個西班牙人 就是會站到中間來 很奇怪 對 而且吳子龍一直拿著麥克風 你要講什麼嗎 不知道幹嘛對不對 謝謝 對啊 我是非常的高興 你加入我們FGTA的家庭 因為從一開始 你就對大家都非常的親切 然後我們都好像朋友一樣 然後 對 這個我是蠻感動的 我們還有一起出去吃飯 什麼的 像小梁哥從來都沒有 對 對 小梁哥 對 不需要 然後我也希望 因為都是冤枉節 其實30 30真的不要怕 我已經過了 對 這個30 真的不會怎麼樣 對 你會還是 不會怎麼樣 真的不會怎麼樣 還是非常的漂亮一定的 對 然後我希望你明年跟後面 你有越來越多的 就是很開心的 各種的經驗 在工作上 生活上 謝謝 對 你看一個義大利人話講的 比魏如芸還好 他們就是這樣很可愛 謝謝你們 謝謝 當然還有阿拉丁的支持者 阿拉丁 對 對 他上次有穿飛天魔台 我跟你們說 Queen 他叫Queen 魏如芸 他每天都在看二分之一牆 謝謝 真的謝謝 每天看 而且他會打電話說 你今天講那個超好笑 我說哪一個我已經不記得了 他說賈斯丁怎麼樣 馬丁怎麼樣 誰 他全部都很清楚 謝謝 他非常愛看我們節目 謝謝沒有轉台 請問你到底要講 阿拉丁你要說什麼 我一樣要祝福你Sandy 謝謝 我也是剛過三十的 我懂這個感覺 但是我跟你講 你懂什麼感覺 怎麼了 你是平津了是不是 沒有 但我跟你講這個三十歲 就代表說我們幾次繞著太陽 所以根本不重要 所以希望你一直都跟十八歲一樣漂亮 好 謝謝 謝謝 有點聽不懂但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都聽不懂 慢慢笑話 好啦謝謝 謝謝大家 那當然我們專業的攝影師 我們的妮可要幫她合影留念 對妮可好專業喔 剛剛還在錄影 她突然就把自己的相機背起來了 喔 他是專業的攝影師 對妮可要幫她們 懂得非常好 麻煩你 二分之一強 YouTube會員開張啦 二分之一強YouTube會員開張啦 是的 喜歡二分之一強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 趕快加入會員來支持二分之一強喔 看完了嗎 要記得訂閱二分之一強的YouTube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想看更多精采的影片 歡迎點選旁邊的精選的內容喔 一起支持二分之一強